夏洛特小公主 夏洛特小公主可以说是英国王室 你年纪最小又最可爱的公主了 威廉王子赫凯特王妃也是十分喜爱这个女儿 平时的夏洛特小公主就是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 从小就喜欢打扮自己 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也是格外惹人注目 也许是得到了凯特王妃的颜环身教 夏洛特小公主平时也很喜欢穿连衣裙 大家都知道凯特平时的着装打扮 经常是干练简单的日常礼服 搭配不同的发型或者帽子 手包的配饰 无论是日常出行还是活动访问都十分的挺 有这样一位会穿又爱穿的母亲 夏洛特小公主很幸运 她的衣品肯定也错不了 夏洛特小公主经常穿的就是一件蓝色连衣裙 和另一件白色连衣裙 威廉王子曾经说 想要培养孩子们节俭持家的品质 所以从小并未给周 给他们灌输地位和身份的差异 并且衣服都是循环利用的 但是不得不说 这两件小裙子成为了夏洛特小公主的象征 蓝色的连衣裙 更是穿到了路易小王子的洗礼衣饰上 把小公主衬托得十分可爱 另一条白色连衣裙 除了在日常有穿过之外 在哈里王子和梅根王妃的婚礼上 夏洛特也把她穿在身上 参加叔叔和婶婶的结婚仪式 这条裙子简洁大方 没有过多的点缀和装饰 白色的布料 很适合参加浪漫的婚礼 同时 小公主还头戴花环 脚上也穿了铜色细白色的鞋子 让人看起来晴朗舒服 也十分符合当天梦幻的气氛 乔治小王子却给叔叔婶婶当了花童 看来夏洛特小公主也不示弱 成为了当天的小天使 说到明星们的孩子 和王氏一家走得很近的贝克汉姆一家 也是有几个爱臭美的萌萌 除了三个已经长大 并且颜值爆表的哥哥 小七也是受尽了关注 不过似乎小七并没有怎么遗传 妈妈维多利亚的时尚基因 最近还长胖了不少 同样是一件类似的白色连衣裙 小七穿在身上也很合适